00934高股息ETF 它上市短短一个月呢 股价就破了16元 而且涨幅是逼近10% 它第一次的配息是在明年的7月 还有半年多 那现在呢股价已经涨一波了 难道现在要先获利了结 先出场 等到配息前再进场吗 不要忘记呢 现在到隔年第一季 通常是表现最好的时间点 那如果说到第一季结束了呢 诶刚好隔年的4月份 又是它要调整成分股的时间点 那一个时间它要来收集高配息的股票 那我觉得你那个时间点如果要卖的话呢 不如你就持续暴政 哈喽欢迎收看小资理财蓝图 我是于林 月月配的高股息ETF是受到投资人的喜爱 而且热度是越来越高 因为每个月都帮自己加薪 感觉真的是很不错 那最近呢有一档月月配的新兵 00934高股息ETF 它上市短短一个月呢 股价就破了16元 而且涨幅是逼近10%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规模 现在已经破了80亿元 而且受益元素已经达到了45000人 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一档 不过呢就有网友提问 因为它没有平准金机制 所以对配息会不会有哪一些影响 而且呢它第一次的配息是在明年的7月 还有半年多 那现在呢股价已经涨一波了 难道现在要先获利了结先出场 等到配息前再进场吗 到底要怎么样布局呢 欢迎古天乐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初次见面 老师欢迎来上我们节目 老师想要请教 像我们刚刚讲的月月配的高股息 那讲到它之前我们先回到一个大前提 因为现在总金面来看 联总会大家都觉得说明年就要降息了 对 所以现在市场哇美债的热度也是很高 那现在到底适不适合买债 是要买股还是要买债 股债比要怎么配要怎么挑呢 对那我这边要帮大家整理出一张图表 那这张图表呢基本上网路上都在流传 不好意思这一张图就是我画的 那我把它整理到最新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其实这张图说明的就是 当前主流的债券ETF 它的一些存续期间还有它的殖利率 还有它的一些交易的状况 那我自己来看啊 那这一段期间呢 那个全球各大央行各种在放割啊 所以这个债券呢 这段期间涨幅也非常大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看法 这一些债券ETF现在市场很热门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大概算出它接下来的涨幅 大家可以注意看 这张图表上面的一个存续期间 那我们看这一个数字呢 其实它就代表的是你利率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 这一些债券ETF它的表现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明年 或是后年它的利率可能会降到4% 那现在美国利率是5.3%嘛 你这个1.3%的幅度你就可以去乘上这个殖利率 这个存续期间 你就可以大概算出这一些债券ETF接下来会涨几% 那大家不用按了 我帮你算好了 差不多就是25%左右 对所以这一段期间债券ETF其实大概涨了快10%左右了 对那当然后面还有肉 不过呢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在看这段期间接下来呢 刚好到明年第一季都是台股最强的时候 所以这段期间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偏向股票多一点 那债券的部分呢 其实现在这个大家都买长天期的债券 不过我自己在看 投资级的公司在表现其实也还不错 因为它这个殖利率比较高 再来就是它的存续期间呢 也没有像那个长天期的公债ETF这么长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代表因为我们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这个各大央行都在说今年会降息 就今年没有降 那现在又在讲说明年要降息 也有可能会看错 所以这个时间点哦 你去买这个长天期公债 确实它肉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可是呢 这个央行也有可能突然来个海豚弯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买债券ETF 投资级的公司债会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像这个图表里面 我这个有特别高量的部分 这个投资级的公司债 像这个中信啊 这个元大国泰它都有出 那像这个中信成交上是比较高一点 对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看得出来老师是看好债券 未来的走势 不过要股债平衡风险 才能够比较平衡一点 然后因为台股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都是比较会涨的时候 所以一样可以布局一些资金在股市 那问题就来了 就是月月配的高股息 大家都很喜欢 我们先讲高股息ETF的规模 现在已经破了7500亿元 那像月月配的高股息大家更喜欢 它到底好吗 优势在哪里 对那其实哦 这个我在网路上看到大家在聊这个 这个月月配的ETF 它其实都在讲一件事 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呢 它填息速度很快 对 但是我跟大家说 这个明显呢就是假议题 对因为呢 现在哦 假设一档股票100块 它这个本来一年要配12块的股息 那月月配就变成是每个月配1块给你 所以你一年配12块股息 填息当然比较困难嘛 那你一个月配1块 那当然是秒填息嘛 对但问题就是说 这一些ETF它填不填息 我觉得是其次 重点就是它的编制规则 具不具备长期影响力 对所以我觉得 与其关注在月月配 或是它每个月要配多少数字 更重要的是它这个编制规则 有没有具备长期影响力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 这个月月配我自己承认它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二代剑保的部分 对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一档15000块的这个ETF 那假设它是年配息 你大概买个20几张 你可能就会被刻到这个二代剑保 可是它如果换成是月配息的话 你可以买到250张左右 对所以这样子来说 月配息的优势就很明显 就是你如果本来预算就是 买20几张你就会被刻到二代剑保 你可以买到200多张 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算是它比较明显的优势 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除了审保费 其实大家很喜欢每个月 有一些现金流 帮自己加薪的小确幸 是 不过问题就来了 月月配的高股息 其实市场上其实蛮多档的 对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00934 就是一个月股价就涨了近10% 还有其他部分的也是不错 对 老师可可有帮我们PK一下 我看你有帮我们制作图表 对没错 那我今天整理这张图表呢 现在这个图表上面就六档 可是大家注意 搞不好明年要用三张 这个A4纸张才装得下 越来越多 这段期间 这个很多投信都发行这个 月配型ETF 最近又有一档 好像叫做937B 也是这个投资型的债券ETF 那他也刚刚挂牌 所以应该是有七档 那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张图表上面呢 右手边的都是这个 债券型ETF 那左手边呢都是股票型的ETF 好那他的主要差别呢 我就放在最下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可以发现 这个最下面近月涨幅上来看呢 右边这个债券型ETF表现都比较好 就是跟最近这个一段时间 连准会都在放歌有关嘛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债券型ETF表现很强 不过我们刚刚也说 接下来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通常都是我们台股表现最好的时候 那尤其呢 我们又叫股天乐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偏向 这段期间呢 我们比较多的部位 是放在股票型商品上 对那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 这几档这个月配ETF它的特色 那首先呢 这个929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 它的核心特色 就是它围绕在这个科技股的部分 对那中性成长高级934这一档呢 它是聚焦在这个每年换档操作的部分 它有一个现在台股唯一 就是只有它有的特色 就是它每年换成分股换两次 那九月四月份这一次呢 它是聚焦在高值利率的部分 到了九月份换股 它就换成这个成长型的部分 那现在台股也就只有它这样做 那我自己有去稍微看一下啦 它其实这两次在更换成分股的时候 我们在想 我到时候在看这个第一个念头 就是它可能换的幅度会很大 但我后来看大概也不高啦 就大概两三成左右而已 对所以我自己是看这一档的话 接下来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因为现在十二月份 正常来说它接下来表现应该会不错 对然后这个是台新永续高期中小的部分 然后它的特色也很鲜明 它是聚焦在一篮子中小型股票上面 那它的面向的族群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 接下来是中小型股要胜出的时间点 那我觉得它就可以持续做一个关注 不过最下面我有比较一个近月涨幅 因为它真的还是刚挂牌没多久 就没有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字呢是统计这一个月以来的数字而已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来做一个比较这样 不过问题就来了 老师你刚刚把三档的优劣是讲出来了 但是我们小资族薪水就是固定这么多 每个月就只有这么一笔钱 如果只能选一档要选哪一档 那我自己来看 我觉得934会是比较符合我的偏好 那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934这一档ETF呢 它最核心的特色就是换档操作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聊过 现在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通常都台股表现最好的时候 那它9月份换股这一次呢 是把成分股都聚焦在这个高成长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已经12月份了 到隔年第一季呢 通常也是它表现最好的时候 对那我觉得这段期间 这三档真的要比的话 这个934应该会稍微比较亮眼一点 对那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这个我有稍微看过 这三档月配型ETF它的产业组成 那我有整理一张图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像这个934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哦 这个它分布的产业其实也是比较广 因为929它其实亮点很鲜明 就是一篮子科技股 但934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有把触角伸向其他产业 比如说它有这个航运 它也有纺织 它也有运动休闲 也有营造建材 甚至还有钢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也许年底到隔年第一季 科技股表现是最强的 不过科技股涨多也会有休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换成其他类股 开始跳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期间 这个也是我觉得挑选934的第二个理由 其实我在一开始 这一档一贴我刚挂牌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聊到说 我觉得它这个编制规则 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少有这样编制 但是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确实这段期间表现真的还不错 那大家看这个走势 它一挂牌以来呢 基本上就是 见高持续往上突破 对那现在呢 我看它的交易量 每天差不多都还有一万张以上 那我觉得它慢慢呢 有机会啦 它是可以能够成为这个台股月配息 ETF的大概前三大 是有可能的 是 所以听得出来老师很看好00934 包括它的产业是比较分散多元 再加上可能它现在每年换股两次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成长的一些力道 不过呢 现在就有很多网友在提问 00934这一档 因为它没有平准金的机制 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配息 大家就很担心 对那其实这个跟大家说真不好意思 我们刚才忘记跟大家提到说 就是这个后面 最近这三档月配息的股票型ETF呢 它这个收益平准金 934跟936是没有的 对那其实呢 据我所知啊 现在因为前阵子这个收益平准金 它有一些风波 所以尽管会现在正在做一个修改跟调整 应该它后续陆续会调整可以上架 那我觉得这两家包含这个中信成长高息934 还有台新永续高息中小 这两档一条应该都会陆续去申请这个收益平准金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 主要就是因为 它明年 这两次我记得明年都是 都是明年才要配息 所以 他们现在去申请也没有意思 因为收益平准金最主要还是跟它配息有关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应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 这个散物都经得跟猴一样 都很在意 有没有收益平准金 这个我觉得陆续一定会马上补上的 对 所以有没有收益平准金 其实蛮重要的 然后他明年配息在7月 7月前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去申请 基本上这应该是会 但是我们还是持续观察后续 对 不过这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现在真的要买00934 我应该要怎么样买 是定期定额吗 因为网友就提问 现在股价已经涨一波 我们刚刚有讲 难道现在要先获利了结先出场 然后等到明年配息前再进场吗 老师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那你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卖股票 可是我不要忘记呢 现在到隔年第一季 通常是表现最好的时间点 那如果说到第一季结束了呢 刚好隔年的4月份 又是他要调整成分股的时间点 那一个时间他要来收集高配息的股票 那我觉得你那个时间点如果要卖的话呢 不如你就持续抱着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股民嘛 那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个你遇到下跌都特别有耐心 那你遇到上涨 那个耐心都没有了 对所以最近你看他其实有涨很多吗 就有啦就其实涨了一层也算蛮多的啦 但是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对那你没道理如果你有这种念头的这个投资朋友呢 你就可以想一下说为什么你看你们过去在报那个套牢二三十%的 你都可以报警报牢 那你没道理现在涨了十%你就要卖 而且我们也不断跟大家强调这张图表 这个每年的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就是他表现最好的时候 所以你这个时间点呢 你就让子弹多飞一点嘛 搞不好他到隔年第一季还有更高点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 他第一季结束后 他又是更换成分股 那这一段期间他又要开始来收集高值利率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呢 你那个时候要卖 你不如就是用这个定期定额方式 因为其实不管每一档 无论你是这个高股息的还是40型的 他们设计的初衷 都是要未来让你来长期持有来定期定额 对那你如果说 他现在涨了10%你就要赶快想要把它卖掉 那我觉得 那你倒不如去投资个股会比较快 对那这种商品我觉得就是 报警 然后你给他持续定期定额 这样长期拉长时间来看 他的会是比较符合他原始设计的初衷 是 所以听起来00934老师还是非常看好 大家就是耐心等待 然后等到他可能今年第四季到明年这一波 最会涨的这一波 可能会赚到资本利的 就长线的定期定额布局就好了 对那接下来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存股族很爱的标的 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我们现在看他前三季的获利 基本上表现都是很好 然后各家金控现在就是都站出来说 我们明年的配息一定会比今年好 对 老师想要请教像金融股 他明年的股力真的稳了吗 对那 要怎么样挑 对那其实我有帮大家整理出这张图表 那这张图呢 以前有一阵子也在网路上非常热门 那最近为什么销声匿迹 因为我没有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在这个节目上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咖图一下 好那这张图的重点是什么呢 整理最新今年一月到十月份 它的一个金融股金控整体的获利表现 那我们知道嘛 明年的配息是取决于今年的获利 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其实今年有几家金控 它获利表现是明显成长 像这个赵峰 中信 玉山 国票 那这几档股票呢 我觉得在明年配息的时候 它的数字应该都会比较好看 那再来一点 大家可以看最右边这个距离地板价 那所谓地板价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上一次台股这个景气下滑时间 差不多是在104年左右 那我们知道金融股 它是一个跟景气高度联动的产业 所以我就抓那个时期呢 这个金融股的低点来 它的当时的估值来算出这个地板价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刚好今年这些成长比较高的 获利成长比较高的金融股呢 它距离地板价空间也是比较小的 对所以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比如说你真的要去买金融股 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开始算 你可以上面开始算 像这个赵峰 中信 玉山 国票 华南 我都觉得是真的要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 也不会在其他地方讲 就只有在这个节目上讲 因为这个一来是 主持人设计的这个题目要我讲的 那二来就是说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时间点 你还是买ETF表现会比较好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档ETF 我都觉得接下来表现 应该是会比金融股更有肉一点 所以金融股可以选择 像我们刚刚讲的高股息的ETF 也是可以去配置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热的议题 市场上最近有在讨论 就是说台股现在正式超车港股了 老师怎么看这背后代表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 它在2021年的12月 是站上了18000点大关 不过到了去年的10月 又调回修正到了12000 然后现在最近又回到17000之上在震荡 老师怎么看接下来台股是有机会在创高吗 我们先了解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像这个港股跟台股 它其实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像港股呢 它主要的核心成分股 其实是这个电商科技 还有金融 那还有这个电信 那所谓这个金融股 它又绑定了这个营件股的部分 所以整体来看呢 影响港股最重要因素就是 电商科技 还有房地产 那台股的部分呢 围绕的就是台积电为主 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表也帮大家整理出 最近这一两年呢 这两个股市 它有一些事件的一个时间点 我都把它标记出来 那注意看一下 白色的部分呢 都是利空 那红色的部分是利多 大家看一下港股的部分呢 这几年可以说是 这个乌肉偏逢 连夜雨啊 那怎么说呢 大家看这个 你看全部都是白色的 一下又是三条红线 一下又是动态清零 一下又是被美国 点名中概股退市 前面是他们政府 在整顿自己的 这个电商科技股 那整顿完了 以为OK了 结果换美国来整顿它 那像台股就不一样啊 我们这两年你看 先是来个航海王 那航海王炒完了呢 换那个航空王 那航空王炒完了呢 那这个最近又来一个AI 所以现在来看未来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整个趋势像 AI在今年5月爆发以后 像这个NVIDIA执行长 来台湾之后呢 整个AI题材就开始暴涨 我们很多高CTF都是因为 这个原因上涨的 那其实展望未来呢 这个市场它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这是无疑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股现在 已经慢慢的站上这个出风口 对那现在看来我们虽然是刚刚和港股呈现黄金交叉 不过我自己来看 你看到黄金交叉代表什么意思 KD20往上交叉 那通常代表后面还有一段嘛 所以我觉得台股跟港股的差距应该越来越大 尤其港股它现在呢 我们刚才也提过电商科技还有地产 这两个行业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好像都不太好 对但是呢这个AI我们就是有这个主题 那加上所有的这个半导体或是晶片设计 主要的生产重点生产基地都还是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台股后市看好 那看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这个金管会也在看 我们也不能这么大力的 整个跟大家说 嗯我给你比个赞 大概这样子 所以明年其实台股是很有机会继续往上讲 是那我们就要来讲到今年领涨台股的像是IC设计 包括联发科这些哇都很强耶 联发科下半年已经涨了四成了 连续五个月再上涨 像那种IC设计族群老师认为 接下来还能够继续领涨台股吗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布局IC设计股 应该要怎么样挑 对那其实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表 因为IC设计今年真的是涨得最凶的一年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主要就是因为AI提债 因为AI它整个需求被带上来以后 整个IC设计的需求也跟着往上走 那这些股票涨得有多凶 我整理的数据给大家参考 最近一季涨了超过两成 平均100档股票平均涨了超过两成一季 那今年以来呢平均涨超六成 很强 很强 所以你只要那个高级ETF或是其他ETF 有沾到这些股票的 每个都是在天上 对那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平均本益比 是80倍 禁止比呢是5.3 那刚刚主持人问我说 我们现在还能挑什么IC设计股 对啊好贵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 剪辑也要花时间啦 我现在跟你讲我看好哪一档 搞不好剪辑完上架 他又做头下来了 那你赔钱又要来骂我 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在挑这个股票 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要怎么挑呢 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要站在保护大家的立场 我会来比较偏向来挑那种 你现在买跟晚一点买都没什么差的 那怎么挑呢 我这里就整理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给大家做个参考 今年以来的第一名 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是从后面数过来 涨幅第一名的 我们这个平均IC设计涨60 过程嘛 但是我们这一档好股票呢 他今年 这个平均 他的表现是跌一成 跌10% 对那他现在的净值比也只有 一倍 那这一档股票是旺宏 那他是这个 做这个NoFresh 那他在 全球的市占率其实非常高 那当然今年是他的逆风年 对那现在股价也跌到 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 全部IC设计都在涨 就只有他落后 那你要去追那个涨多的IC设计呢 我觉得不如你来看这个 跌比较深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买进啊 那为什么我会看好他还有第二个理由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观点 因为我这个董事长 他每一次呢 他都觉得他看好股票的后市 那他都乐观啊 那可是他看好之后呢 股民通常都觉得很悲观 但是这一次 连董事长他也觉得后市悲观了 所以董事长悲观 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董事长乐观的时候 我们都悲观嘛 那现在董事长自己悲观了 那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我们不是推荐大家买进 是跟大家说 这一档股价他可能 现在还处在正痛期 那其实还可以再拉长观察 我觉得他现在基期也算够低 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就找到逆风当中 可能股价估值偏低的个股布局 对 不过回头回过头来说 我们刚刚要讲到联发科 联发科最近前一阵子就推出了 天玑9300的晶片 哇一推出事项上市 大家都非常看好 还有分析是点名说 是功能最强大的行动SoC 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称 对老师想问你怎么看一下 联发科跟高通之间的竞争 是越来越激烈 对那其实联发科 这两年能够冲到台股市值第二 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在这个SoC 就是这个单晶片 系统单晶片的这个竞赛上面 现在联发科在全世界市场 是第一名的 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导致很多外资都大幅把这个 联发科的股价拱上来 所以我们很多高期ETF 涨很多原因 也就是因为联发科这样的带动的 但是他跟高通的竞争 是一直都在走的 那我自己来看 还是回归到中端应用上面 像这个联发科 他代表就是这个 Enjoy的中阶机种 那高通呢 可能就是高阶机种 像我自己本身 我有苹果 我也有三星 那一个是苹果代工的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苹果生产的SoC 那一个是联发科生产的SoC 那我自己拿了这么多年 这两个旗舰机种 我都觉得说 这个一支三四万块 我用了那么多年 好像 因为现在联发科做的这个晶片 他们效能也很强嘛 你像那个人家 我自己也是三星 三星 有平常在关心这些 平常有在关心这一些资讯 那它确实也蛮强 我也会想要去用用看 对那 这个旗舰机种 一台要三四万 那如果像这个联发科 它的晶片的设计出来 这个手机一台 两万两万五 我觉得 倒可以试试看 因为毕竟 你看我们拿那么多年 我们主要的需求 也就是滑滑赖嘛 拍拍照嘛 用了那么多年 你看也没有办法 把我拍了像金城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之后来用用看这个中阶机款 像这个联发科 我自己就蛮看好 因为 我就是会偏向于说 我不要去买那个 那么贵的旗舰机种 我们后面也可以买一些 比如说 OPPO啊 小米啊 他们这几年也越来越强了 那他们的高阶机种 搞不好都跟那个 苹果三星 差距越拉越小 所以我这样子来看呢 其实联发科 它是有可能突破一千块的 对 那当然 因为联发科 它最近一季已经涨了 大概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嘛 三四成以上了嘛 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去追高 那整体来说呢 因为无论是高通 或是联发科 他们都是找台积电代工嘛 所以我觉得 你就是买台积电 那买台积电呢 就看好台股 那你就是持续透过ETF 或是透过市值型的方式来持有 对那至于各国方面呢 台积电 或是联发科呢 就算他们前景再好 毕竟他们还是科技股的一员 波动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就可以透过ETF方式来持有 会比较保守 也比较安全一点 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所以一直都说老师看好科技股 然后包括了联发科台积电还有台股 接下来都上涨动能都是看好的 可是如果你担心买个股的风险太高的话 也可以透过ETF布局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档00934 他最大的成分股就是联发科 而且他现在00934老师也看好他 布局成分股的产业是比较分散的 而且一年换股换了两次 所以现在12月份进场布局的话 有可能会掌握到他接下来上涨的那一段的资本利得 就是台股第四季到第一季这一段上涨的 颇短的资本利得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要帮我按赞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哦 老师最后我们哪句话想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现在到隔年第一季是台股表现最好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报警 那报警有两种 一个是股票报警 那另外一个呢 如果有人仿冒我的名义 私讯你或是赖你 你要去报警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今天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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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 那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